大家好,我是游钓型 耳料的状态在许多鱼情下 其重要性是超过耳料卫星的 好的卫星的耳料啊 没有调整到适合鱼情的状态 同样是钓不好鱼的 但卫星一般没有什么特殊的 而状态调整到非常适合鱼情的状态 那么上鱼的效果却非常好 这样的鱼情在野钓环境中屡见不鲜 反反复复证明了耳料状态的重要性 要远远超过耳料卫星的重要性 那么耳料的状态要分类的话 有很多种 比如拉尔中拉丝粉比例和水分的比例不同 就可以得到不同状态的拉尔 同样呢 措耳中的粘合成分的比例和水的比例不同啊 也可以得到软硬粘散不同的状态 那么什么样的钓法适合什么状态的耳料呢 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个事儿 希望对一部分钓游啊有所启发 一 台钓旋转钓法更适合于拉丝粉少 水分比例比较大的拉尔 也更适合于粘合成分比例小 水分比例大的 较松散轻软的搓耳 为什么呢 主要是旋转钓法在线组的调调上是非常灵敏的 有能力在于第一时间把耳料吸入嘴里时啊 就能够让扶票立即出现信号而快速踢杆次鱼 也就是说 尽管钓耳属于拉丝粉少 水分比例比较大 吸软的 浮钩性不算好的拉尔 或者呢 粘合成分比较少 水分比例大的 比较松散轻软的 浮钩性不算太好的 搓耳 但只要把钩耳吸入嘴里 还没有等于反应过来有钩耳的异物吐出钩耳时啊 扶票就已经出现信号了 已经踢杆次鱼了 如果这一段话还没有完全理解的话 那我再做一个辅助说明 鱼在自然界有一个吃食习惯 就是看到食物会大口吸入嘴里 当吸入嘴里之后 感觉到同时吸入了其他的 不可以吃的渣子 就会把渣子连同食物呢 一起给吐出来 这种行为呀 是鱼吃食的本能 我们的耳料吸软松散 鱼的适口性很好 但是呢 当鱼吸入钩耳时啊 却很容易感觉到 耳料中有很硬的钩条 所以就会本能地吐出钩耳 好在旋转掉很灵敏 鱼在吸入钩耳的一瞬间 浮飘就会在第一时间内出现信号 钓鱼人就能及时发现 还没等鱼吐出钩耳时啊 就在第一时间踢杆刺鱼了 因此我们说呀 由于旋转掉高灵敏度的存在 就可以用吸软的松散的 浮钩性不算好的 但鱼的适口性却很好的拉耳或挫耳来做钓 二重转唐底短子线掉法更适合于拉斯粉比例大的 水分比例小的 更紧实的 复构性更好的拉耳 或者呢 粘合成分比例大的 水分比例小的 更粘实的 复构性更好的 挫耳 为什么呢 主要是重转躺底短子线 相比旋转掉法没有那么灵明 由于双子线尽管很短 但毕竟是躺在水底的 双钩也同样是躺在水底的 在鱼把钩耳吸入嘴里的第一时间内啊 只要鱼不转身移动位置 浮飘是不会出现信号的 因此呢 如果把钓耳做得吸软松散 那当鱼把钩耳吸入嘴里之后 就很容易感知到 有很硬的钩条的存在 就会本能地吐出钩耳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吸软和松散的钓耳做钓的话 当鱼把钩耳吸入嘴里又吐出来了 我们的浮飘还没有反应 那就失去了很多重鱼的机会了 因此啊 在用重转躺底短子线钓法时 我们就不能够用吸软的拉耳 或者松散的措耳来做钓 只能用拉丝粉比例大的 水分比例小的 紧实的浮沟性好的拉耳 和粘合成分比例大的 水分比例小的 磁石的浮沟性好的 措耳来做钓 实际上呢 拉丝粉比例大 水分少拉出来的耳球呢 大耳饱满 紧实 而粘合成分比例大 水分少 搓出来的耳球呢 更磁石 因此呢 不管是拉耳还是措耳 入水后都能够 很好的把鱼钩包裹住 而不会轻易脱落 当鱼把钩尔吸入嘴里时 也不会感到有异物 而吐出钩 其实啊 真实的情况是 即使鱼发现钓尔里有异物 把钩尔一起吐出来了 由于钓尔 浮沟性很好 钓尔还是不会从钩上脱落 鱼还会第二次去吃这个钓尔 种鱼的机会呢 就会多一些 另外呢 浮沟性很好的钓尔 能使浮沟的动作更大 信号呢 更明显 能让鱼有反复吃耳的机会 那么呢 我们看信号逮口的机会就更多 就更容易上鱼 因此说呢 种铅躺底短子线 更适合于用紧实的拉耳 和粘时的措耳 以上呢 我们说了什么钓法 更适合于什么状态的钓尔 在实战中呢 是非常有用的 希望对钓尔们呢 有所启发和帮助 好了 喜欢视频请关注 长按点赞三秒 谢谢了